還有你們各位要責怪我什麼東西 什麼一個音錶機怎樣 你們應該是當初來施工 也心帶出手了 我這一堆喔 我也不曉得已經開始怎麼擺了 我也不曉得怎麼施工的 他當初也沒告訴我說怎麼施工的 也不會想到說他會把櫃子搞壞那個地步 他也不會說 當初也沒有講錯那個地步 那以我們的個人觀點 你有什麼東西 做一個防水 會把一個 這麼厚重的東西 都搞壞了 這個力道 我跟你講這個力道 那我這東西在旁邊 他剛剛一防水責怪我說我整整整整會是不知道整整個弄走嗎或怎樣嗎 那你想一下我這個位置這麼小了 對 那還有說這剛剛這防水跟我說他要把我什麼地方靠掉 把我把我這個地方靠掉 找人在這邊靠掉 我不曉得為什麼要 這樣說 今天 就算東西 我第一 我第二個時間 他第一天如果說萬一防水 這一天搞把東西搞壞 第二天 我發現到這個問題 我也很難列舉說第一個證據 你看東西下下來 那瞬間 你也要拍到那瞬間 今天我會跟你講說這東西說 我很 很很誇張啦 很誇張 那 我也沒 我從我剛也跟那個油先生防水先生 你們要處理這一塊要不要處理 我都無所謂 我都無所謂 我講說 我 這邊 有被你們 我很確定說被你們這個東西 砸到 一定是有東西重物弄到 那我不曉得什麼東西 那我也不會隨便去坑他這個人 因為 太接近了 然後 你叫做一個 沒有接近的地方 都會被他破壞掉 更換我這個是 第一面 第一面一定是被破壞掉 對嗎 你這個 底下都可以弄成這樣 這個像上次這個櫃子底下 因為 你不能把東西放上面 對不對 那 你覺得說 你們大家會認為說 哎 是不是我去坑他 我要坑他的話 那我不是所有印表機都要拿來去坑他嗎 不是嗎 為什麼就是剛好要這一台 就是這樣 我說真的 底下這些都比這台還要貴 狀況也比他這台好 因為他這個機框都比較好機器 好 那我說 我現在唯一證明說 我不會 去平白無故去 商人也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說真的 這個時候 只有看人品的時候 就是看人品的時候 對 這個 證據太接近了 當然 他要怎麼 防水要怎麼講 我也沒話說 不過 我很確定說 你連這個沒辦法第一瞬間搞壞的地方 都可以弄壞 那更換我這個是第一面的地方 對不對 那希望你們 你們大家去 平平公理一下 如果我們要去拚平公理一下 好